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查德 我一会儿再来 来接你 乔治和李查德是最好的朋友 乔治 李查德 你们两个把我的房子弄倒了 你们能不能玩一点安静的游戏呀 乔治把玩具栏变成了一座火山 李查德用玩具树做成了丛林 乔治还用积木搭出了一条河 乔治和李查德把卧室变成了恐龙乐园 我要走了 真太吵了 我说土豆 我说马铃薯 土豆 马铃薯 下雨时的好处就是 我们可以在家里看一些很重要的电视节目 土豆 马铃薯 土豆 马铃薯 妈妈 乔治和李查德把我的卧室变成了一个恐龙乐园 然后恐龙乐园里面非常的吵 乔治最好的朋友来了 但是却没有人和我一起玩 你可以叫小杨苏西过来和你玩啊 小杨苏西是佩琪最好的朋友 所以苏西现在可以来玩是不是 妈妈 给她打电话 你好啊 我是小杨苏西 请说 苏西 是我呀 你现在可以来我家吗 现在 好的 佩琪 那么我可以穿上我的护士制服吗 可以 但是你要快一点来 再见 苏西 我一会儿再来 快进来 苏西 我一会儿再来接你 苏西 乔治 李查德 苏西护士来了 苏西护士说 这里可不是恐龙乐园 而是一个医院 是医院的话 就必须要保持干净和整洁 这个卧室不再是恐龙乐园了 而是变成了一个医院 我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 嗯 这只恐龙看上去好像生病了 我同意 医生 恐龙身上的绿色很像生病的颜色 它必须要上床休息 还有这只恐龙 它的紫色看上去也像是生病的颜色 没错 医生 它也必须要上床去休息 恐龙 不要吵 在医院里要保持安静哦 火车 现在卧室不再是医院了 又变成了火车站 不可以这样 仙境里面是没有什么火车的知不知道 哦 现在的卧室是仙境了 只有漂亮的东西才能够出现在仙境里 你们两个怎么突然困了呢 乔治和理查德他们想玩恐龙和火车的游戏 但是佩奇和我却想玩医院和仙境的游戏 嗯 我看到外面的雨已经不下了 所以呢 所以 或许你们就可以出去玩了 但是他们喜欢玩小男孩的游戏 而我们喜欢女孩玩的游戏爸爸 但是在下过雨的花园里面 你们觉得会找到些什么呢 泥土 泥坑 那泥坑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在里面跳来跳去 大家都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不管他们是大姑娘还是小男孩 体育课 今天佩奇和她的朋友们要去体育馆 我们来检查一下大家是不是都穿了运动服 佩德罗穿了一套超级英雄的衣服 佩德罗 你怎么没穿运动服呢 她在家里呢 我还以为今天是要玩变装的游戏呢 跟我来 孩子们 这是体育馆 爸爸妈妈们会到这里来做些体育锻炼 或是参加娱乐活动 你们在这里开心吗 是的 非常开心 今天由兔爷爷来担任你们的体育老师 他在哪里 你们好啊 孩子们 准备好锻炼身体了吗 准备好了 兔爷爷 好好好 难道我们也要这么做吗 不 只有我这样有经验的运动员才能做 像你们这样的小探险家可不行 可我们还不是探险家呢 我会让你们变成探险家的 但是你 你看起来像是一个超级英雄 我只是假扮的而已 假扮的嘛 那太好了 好了 现在我们来热身 所有人一起原地跑步 上下摆动手臂 现在伸展 伸展 像果冻一样扭动 好了 停下 现在我们热身完毕 可以开始了 要开始什么呀 开始你们的冒险 我想要你们所有人把这个房间 当成一片丛林 可这里一点也不像丛林啊 那树在哪里呢 你们要发挥想象力 树木 大雨 还有你们脚下团积的河水 你们的第一项冒险 是在平衡木上行走 然后像这样过河 这太简单啦 啊 但这是在晚上 而且还有风 什么呀 我就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那是一个漆黑的暴风雨之夜 我在进行一项冒险活动 好了吗 可是现在没有风啊 也不是晚上啊 你们需要想象一下 大家都安全地走过了想象出来的小河 太好了啦 干得好 我的小探险家们 接下来要做什么呀 兔爷爷 你们的下一个探险项目就是 荡国这个沼泽 这里面到处是鳄鱼哦 不过我 一条鳄鱼都没有看到啊 你需要想象一下呀 要让这些鳄鱼知道 谁是最厉害的 快走开 你们这些讨人厌的鳄鱼 没错 这样就对了 那么你有没有当过满是鳄鱼的沼泽呢 哦 这还用说吗 那么你害怕吗 应该这么说 他们更怕我才对 哦 怕好了吗 别忘了学我的叫声哦 大家都安全地当过了想象出来的鳄鱼沼泽 看得漂亮 我们接下来的冒险是什么呢 这个叫跳马 有经验的运动员能跳过去 就像这样 哦 但你们可以想象这是一头恐龙 你们要从他的腿下钻过去 那么你 有没有从恐龙的腿下钻过去过呢 土爷爷 哦 当然 有一次我走在丛林里面 然后我一不小心就进入了迷失的恐龙世界 你们太棒了 你们所有人都成功地走出了丛林 太好了 阿虎 你们的体育课上得开心吗 孩子们 很开心 凌瑶夫人 他们现在可是真正的小探险家了 我们刚刚度过了河流 我们还当过了鳄鱼沼泽 我们还从一头恐龙下面钻了过去 我真的非常喜欢 兔爷爷给我们上的体育课 佩德罗咳嗽了 今天是上学的日子 佩琪和她的朋友们在上音乐课 玻璃小姐有个娃娃 对不起 凌瑶夫人 噢 糟糕 佩德罗咳嗽了 你们不要担心 我马上打个电话给棕熊医生 你好 我是棕熊医生 你好 医生 我是凌瑶夫人 有个孩子生病了 你不要慌张 我现在就过来看看 你们是哪个人生病了 我一直在咳嗽 我知道了 是没谈的那种咳嗽 还是有谈的那种 嗯 我不知道 但是她是这样的 你什么时候开始咳嗽的 就是凌瑶夫人 开始唱歌的时候 你的咳嗽并不严重 但是佩德罗的咳嗽可能 会传染给别人 传染是什么意思呀 当一个人在咳嗽的时候 有时候其他人也会跟着一起咳的 那么我需要吃药吗 只要吃一勺这药就行了 不过这味道可能不太美味哦 这味道就像一只 在里面灌满了果酱的旧鞋 太感谢你了 棕熊医生 再见 再见 和我想的一样 佩德罗的咳嗽确实会传染 小狗丹尼和小羊苏西 被佩德罗传染了 张开嘴巴 这个药的味道 就好像是地毯味的酸奶一样 这个药的味道就像是花朵 做得好孩子们 吃药的时候就该这么勇敢 那么你会生病吗 棕熊医生 不会佩奇 我从来不生病 我每天都会吃一个苹果 再见 再见 放学的时间到了 家长们都来接孩子回家了 妈妈 爸爸 我今天咳嗽了 棕熊医生刚才已经来给我们看过病了 他还给我们吃了一种很难吃的药 林阳夫人 你现在可以唱歌了吗 当然可以了 哦 玻璃小姐有个娃娃她去 噢 糟糕 所有的大人都被佩德罗传染了 你好 我是棕熊医生 我是小猪佩奇 所有的大人都生病了 别太担心佩奇 我马上就来 你们大家好啊 都被佩德罗的咳嗽传染了 没事的 都排好队 然后张开嘴巴 这个味道就像是大奶壶和旧袜子 谢谢你来为我们看病 棕熊医生 当你生病的时候 谁来照顾你呢 没有人来照顾我 我从不生病 噢 糟糕 就连棕熊医生也被佩德罗传染了 不要太担心 再见 再见 棕熊医生太可怜了 他生病了 但是却没有人去照顾他 噢 谁来找我了 你好 我们过来照顾你了 这里有些水果 还有一个抗诊呢 你还要把这药吃了 噢 味道就像是 果酱酸奶味道的淡奶壶袜子 哈哈哈 我们还要为你唱首歌 这样能让你感觉好一些 噢 咕噢 咕噢 是毛驴先生打来的,他刚才说的是法语。 哦,我就知道这样。 妈妈,毛驴先生刚才说了些什么? 他问小毛驴戴芬能不能来看我们。 哦,太好了。 小毛驴戴芬是佩琪很特别的朋友,他是法国人。 戴芬将要来这里和我们练习说中文。 太好了。 我们最好快点,戴芬的火车马上就要到了。 终点站! 请下车! 那是戴芬坐的火车! 戴芬! 本书! 本书,在法语里的意思是你好。 本书! 本书! 本书,毛驴先生! 哦,我的天哪,这个大箱子是戴芬的吗? 是的,戴芬为了这次的出行带了点小东西。 带的都是这边没有的东西。 奶酪,面包,番茄,水啊。 我走了,戴芬,明天晚上的时候我再来接你。 戴芬的行李要放在什么地方? 放我房间,就是我们家里最高的地方。 好吧,你不是只在我们家住一个晚上吗? 哦,是的,所以我这次才带了这么小的一个行李箱过来。 好,戴芬来这里是为了练习说中文的,所以你们都要帮助他才行。 没问题,妈妈。 但是,我要先说一声抱歉,因为我的中文说的并不是很好。 但是,你说的也不差呀。 你真是太好了,猪爸爸。 但是,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是和中文有关的问题。 当然可以了。这方面我可是很擅长的,随便问吧。 中文里的并列短语和偏正短语分别是指什么呢?能给我举个例子吗? 呃…… 现在已经很晚了,我们来帮戴芬把床铺好。 妈妈,妈妈,戴芬能不能睡在我的床上?床的两端,更放一个枕头吧。 好主意,佩奇! 佩奇和戴芬分别睡在了佩奇床上的两端。 哈哈哈哈…… 好了,孩子们,快睡觉吧。 你们明天会非常忙的,戴芬要去你们的幼儿园参观。 哇哦, då和美比亚, då和美比亚,在法语里的意思是睡个好觉。 可是我一点都不愧呀。 那么我们来唱首歌吧 这样的话就会困了 好的 大家伴随着戴芬好听的法语歌 进入了梦乡 戴芬来参观佩奇的幼儿园了 林药夫人 这位是我的法国朋友 小毛驴戴芬 Bonjour Bonjour Delphine 戴芬昨天晚上为我们唱了一首好听的法语歌 那我们也为戴芬唱一首歌吧 唱那首乒乓歌吧 是啊 就唱这首乒乓歌吧 我对这首歌非常的好奇 好的 真好听 我真的非常喜欢你们的这首乒乓歌 冰 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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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马上就要放学了 孩子们 明天就是我们的才艺日了 那什么是才艺呀 才艺就是那些你很喜欢做的 也很擅长的事 这就像是我喜欢看电视 而且我看得很好 想想有什么事 我们可能想看到你来做的事 我的才艺就是弹吉他 家长们来接孩子们回家了 不要忘了好好想想 有什么才艺可以在明天表演 佩奇和乔治该睡觉了 我现在还不可以睡觉 我还没有想到明天要表演什么才艺 但是你有很多才艺可以表演啊 佩奇 没错 我可以跳神 我还可以唱歌 一闪一闪亮晶晶 我还能跳舞 只选一个才艺有点困难 因为我擅长做很多事情 别担心 你可以明天再做决定 好的 今天是才艺日 我的才艺是跳神 唱歌 还有跳舞 我昨天晚上都已经练习过了 我昨天晚上练习过怎么才能看好电视 那可不算是才艺 林阳夫人不是说过的吗 那我能做什么呢 谁愿意第一个来给我们表演才艺呢 小狗丹尼 我可以表演打鼓 我还可以敲得更响 不用了 这样很好了丹尼 轮到佩德罗了 你要表演什么才艺啊 我要表演魔术 这里是满满一杯子的水 这是真的 而且是透明的 现在我要让杯子里的水全部消失 请你们都把眼睛闭上 现在睁开眼睛 杯子里的水没有了 谢谢 轮到艾米丽了 我要给大家表演树敌 你的才艺是什么 瑞贝卡 我可以用鼻子发出特别的声音 只有我踮起脚尖才能发出刚才的声音 她的才艺好厉害啊 没错 那我该表演什么 坎迪 你的才艺是什么 跳绳 我也准备要表演跳绳的 不过我还可以表演跳舞和唱歌呢 我的才艺是唱歌 一闪一闪亮晶晶 没关系 我还可以表演跳舞 小杨苏西 你的才艺是什么呢 跳舞 不行 你不能跳舞 哦 糟糟糕 跳舞本来是佩奇的最后一项才艺 刚才你们大家表现得很好 而且你们选择了各种不同的才艺来表演 现在还有谁没表演呢 佩奇 我本来打算跳绳 唱歌或者跳舞 但是大家都表演过了 佩奇 才艺可以是任何事 但是看电视可不算是一个才艺哦 好好想想 有什么是你非常想做的 我知道了 我有一个才艺 而且我非常擅长 真想知道佩奇的这个才艺是什么 我的特殊才艺也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擅长的才艺 就是在泥坑里面跳来跳去 佩奇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大家都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游乐场 今天佩奇和家人要一起去游乐场 我好喜欢游乐场啊 滑梯 滑梯 我带乔治去玩旋转滑梯 好的 待会儿见 待会儿见 来吧 来吧 钓到鸭子就能赢得大熊猫哦 妈妈 我们能去看看吗 好啊 一块钱 谢谢 一块钱 都是用来做膳似的 妈妈 我想要那只大熊猫 哦 我试试看 但我想这并不容易 你说得对 我猜你不会赢 什么 你不会赢 我认为这只是浪费钱 我们走着瞧吧 猪妈妈获胜了 小爷 实在太神奇了 给你的大熊猫 你想不想要一只小点的大熊猫 不 我有这只就够了 妈妈 你看 好大的熊猫啊 我觉得有点太大了 才不会呢 乔治和爸爸正在旋转滑梯那排队 嗯 这有点高啊 乔治 你确定要玩这个吗 一块钱 谢谢 一块钱 都是用来做善事的 哈哈哈哈 哦 天哪 对乔治来说太高了 别担心 乔治 我会陪着你的 请付一块钱 谢谢 乔治再也不怕高了 哦 这有点高啊 对不对 我还是坐楼梯吧 楼梯上挤满了小朋友 这里就能下去啊 乔治的爸爸 哦 好吧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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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吧 快来吧 只要射中目标 就能赢得一个大熊猫哦 妈妈 这个你也做得到 佩奇 我们已经有一只大熊猫了 不用担心 你不会赢的 女生不擅长这个 抱歉 你说什么 这游戏需要技巧 需要多少钱才能玩 一块钱 猪妈妈获胜了 哦 不可思议 你的大熊猫 给 好耶 妈妈 我也想要那个大熊猫 那个也太大了 才不会呢 猪爸爸和乔治正坐在摩天轮上 好 抓紧了 哦 这真是太高了 哦 哦 终于结束了 还没有 一块钱能做五圈 要赚五圈 哦 不 哦 来吧 来吧 测试你有多大力气 快来挑战大力锤吧 这要怎么玩 只要你用这把锤子 砸下这个按钮 如果铃声强起 就能拿到奖品 不需要什么技巧 但是你要很强壮 我想试试 一块钱 真可惜 哦 哦 我很强壮 我想试试 你们都往后退一点 小心点啊 猪爸爸 你没那么强壮的 哦 说的没错 猪先生有些胖啊 什么 我是说猪先生的肚子看起来胖胖的 把锤子给我 我的老天哪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景 它引走了我们所有的大熊猫 好耶 妈妈 我能把大熊猫分给我的朋友们吗 当然可以 佩琪 谢谢你 佩琪 谢谢你 佩琪 你们人真好 非常感谢你们 哈哈哈 爷爷来游乐场 今天由猪爷爷来照顾佩琪和乔治 好了 爷爷 让我来告诉你 游乐场里该怎么玩 这个是滑梯 你从这里走上去 然后呢 你从那里滑下来 而且玩的时候大家都要排队 我知道什么是滑梯 佩琪 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 我也会这样一个人玩 在那个古老的年代 有没有秋千玩呢 哈哈哈哈 我们那个时候有秋千 攀登架 还有旋转圆盘 是吗 但是我最喜欢的 就是滑梯了 它也是我最喜欢的 哈哈哈哈 哇哦 大家都排好队 轮流玩滑梯 哇哦 嘿嘿嘿嘿嘿嘿嘿 淘气的理查德 你应该知道要排队玩 小兔理查德觉得排队有点麻烦 啊 哦 小家伙 做个小孩子很不容易吧 是吗 理查德 啊 因为理查德比较小 所以我觉得他不用排队了 我要是你 我就不会改变规则 祝爷爷 没关系的 孩子们都能理解的 是不是啊 哈哈哈哈 哇哦 但是爷爷 乔治也还小 可他就必须在这里排队 哇哦 是的 乔治的确还小 所以呢他也不需要排队 哇哦 哈哈哈哈 哦 糟糕啊 乔治和理查德两个人一直在玩滑梯 哈哈哈哈 爷爷 我们什么时候能去玩滑梯啊 你不用担心佩奇 他们不会在上面玩很久的 唉 我等得太无聊了 我也是 我们还是去玩秋千吧 哈哈哈哈哈哈 小马佩德罗在秋千上玩呢 嘿嘿嘿嘿 佩德罗 现在能让我玩吗 可我还想在秋千上再多玩一会儿呢 但是你已经在秋千上玩很久了 请问猪爷爷 你可以过来推我一下吗 我觉得现在应该轮到别人来玩了佩德罗 但是我马上就要回家了 哦 这样啊 那就不一样了 那么我来推你吧 但是爷爷 嘿嘿嘿嘿嘿嘿嘿 我等得太无聊了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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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是去玩旋转圆盘吧 大家都喜欢玩旋转圆盘 旋转圆盘 旋转圆盘上太多人了 大家都下来 嗯 但是猪爷爷 我之前就已经在这上面玩了 嗯 那你可以回到旋转圆盘上去 我也要回到上面去 哦 为什么呢瑞贝卡 嗯 因为我的生日快要到了 哦 哦哦哦哦哦哦哦 好吧 嘿嘿嘿嘿 还有我 好吧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好了 呼呼 等等 现在旋转圆盘上一个男孩子都没有 呃 嘿嘿嘿 哈哈哈 那么现在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我戴着眼镜呢 那我能上去吗 孩子们开始自己制定规则了 我需要上去 因为我喜欢胡萝卜 现在你们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不行 我也需要上去 因为我可以做这个 猪妈妈过来了 照顾孩子还顺利吗 我 我 我很困惑呀 这个游乐场的规则实在有点太麻烦了 游乐场里只有一个规则猪爷爷 这个规则就是 大家都要排队玩 哇 嘿嘿 什么 小孩子们也要吗 对 小孩子们也要排队 那么年纪大的人也要排队吗 比如说爷爷 即使像猪爷爷这么大年纪的也要排队 在游乐场 大家都要排队玩 哇 坐火车 今天 佩奇和朋友们要坐火车去玩 兔先生是火车站的站长 需要几张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给我十张儿童票 还有一张教师票 谢谢 好了 孩子们 你们不要把票弄丢哦 请把你们的票拿出来 哦 我的票弄丢了 哦 亲爱的佩德罗 你一定要小心点才行 你的票在那儿呢 嘿嘿嘿 你要小心保管别再丢了 哎呀 火车来了 火车 兔小姐是火车司机 上车吧 太好了 这些是你们的活动表格 哦 孩子们必须找到这个活动表格上的所有东西 一艘船 一个信号灯 一条隧道 我看到了 树 可是 树在上面吗 嗯 不在 哦 我看到了白云 可白云在表格上吗 不在 我看到狗爷爷了 你们好啊 你好啊 狗爷爷 狗爷爷在活动表格上吗 狐狐狐的佩奇 我的爷爷怎么会在表格上呢 但是他开着一艘船 而一艘船在这表格上 太好了 孩子们在船的选项上打了一个勾 捡票了 兔先生过来检查大家的火车票了 嗯 我想我的票弄丢了 哦 太不小心了 喵 你的票在这儿呢 佩德罗 你坐在他的上面了 嘿嘿嘿 你要小心保管佩德罗 别再丢了 火车慢慢地爬上了山 然后火车快速地下山了 林阳夫人 我感觉有点不舒服 我可以坐到前面去吗 好的 佩德罗 那么你就坐到前面去吧 嘿嘿嘿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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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看到信號燈了 那個 在表格上面 太棒了 孩子們在信號燈的選項上打了一個勾 信號燈讓火車停下來 這樣能讓其他更重要的人通過 那是鴨太太和她的朋友們 我們還差一個隧道沒有勾呢 天啊 怎麼那麼黑 我們現在在隧道裡了 隧道是最後一個需要找的東西 太棒了 終點站到了 全部下車了 現在大家都下車吧 但是林陽夫人 我要怎麼回家呢 佩琪 我們現在已經回到起點了 火車已經走了一個大圈 請把票拿出來 佩德羅又把他的票弄丟了 佩德羅 能把帽子還給我了嗎 佩德羅的票在這兒呢 哦 原來我把他放在這兒了 佩德羅的小熊泰迪 今天是佩琪上幼兒園的日子 爸爸 今天幼兒園的小熊泰迪要住我們家 小熊泰迪是我們學校的吉祥物 今天輪到佩琪把他帶回家了 他會帶著他的睡衣 他的相冊 還有他的牙刷一起來 這些都在他的小小旅行箱裡 我明白了 佩琪 朱爸爸還有小熊泰迪一起回家了 朱媽媽 今天有一位特別的朋友要住在我們家 真的嗎 誰要來 是幼兒園的小熊泰迪 他帶著他的睡衣和他的相冊 還有他的牙刷一起來了 為什麼要帶相冊一起來 因為我們要帶他去做一些好玩的事兒 然後拍下來 我的朋友們已經帶著小熊泰迪走遍了全世界 倫敦 巴黎 埃及 真有趣 小熊泰迪的日子過得還真是精彩 我希望他也能在我們家過得很精彩 佩琪和喬治睡覺的時間到了 大家好啊 這是幼兒園的小熊泰迪 你們好啊 他是我們的特別客人 你們都應該給他讓個餵 這位是恐龍先生 不過他不太善於教他 我們來拍幾張照片放到他的相冊裡 說茄子 茄子 爸爸 明天小熊泰迪想要度過一段美好的時光可以嗎 所以我們可以去北極嗎 去趟超市怎麼樣啊 可以啊 我覺得小熊泰迪他以前肯定沒有去過超市 現在是早上 佩琪帶著小熊泰迪來到了超市 這個商店什麼都有的 有蟲子 有蘋果 還有香蕉 這裡真的很有趣啊 這裡是收銀台 你買的所有東西要在這裡付錢 喬治想拍一張照片 好的喬治 茄子 茄子 呵呵 照片拍得差不多了喬治 嘿嘿嘿 哦 小熊泰迪去哪裡了 幼兒園的小熊泰迪不見了 爸爸 你把小熊泰迪給弄丟了 別擔心佩琪 我們肯定能夠找到他的 回來了 今天怎麼樣 爸爸把小熊泰迪弄丟了 天哪 但我已經想到怎麼找他了 我們要怎樣才能找到小熊泰迪呢 爸爸 第一步 把拍的所有照片打印出來 猪媽媽把東西拿了出來 你們要去哪裡 我們要去把小熊泰迪的那些照片貼在樹上 哦 爸爸 等等我 我們為什麼要把照片貼在樹上呢 如果有誰看到了小熊泰迪的照片 就知道他走失了 這樣就能幫我們找到他 哦 這一張是泰迪在我的床上 呵呵 這一張是泰迪在廚房裡面 呵呵 還有這些都是喬治拍的照片 那時候我們在超市裡 哦 是小熊泰迪 我知道他在哪裡了 哦 你好 媽媽 我們知道小熊泰迪在什麼地方了 呵呵 她和番茄意大利麵一起被放在了購物袋裡 哈哈哈 佩琪要給朋友們展示泰迪在她家時拍的照片 本來我很擔心 我怕夜兒園的小熊泰迪 和我們在一起時不會有好玩的事 不過幸運的是 我的爸爸在超市把他給弄丟了 哦 但是我們又找到了他 就在購物袋裡 哦 這還真是個精彩的冒險啊 沒錯 是很精彩 哈哈哈哈哈哈 洗衣服 哈哈哈哈 今天早上 朱爸爸在洗衣服 爸爸 這件是什麼衣服啊 這是我的足球服啊 朱爸爸今天下午要去踢足球 哦 但是我要先去工作 一會兒見 再見 再見 可憐的爸爸 他必須得去上班了 啊 可憐的朱爸爸 嘿嘿嘿 來吧 我們來玩吧 好的 我們來玩吧 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 沛俞喜歡在泥坑裡跳來跳去 喬治喜歡在泥坑裡跳來跳去 喬 healing 喬治也喜歡在泥坑裡跳來跳去 嘟 糟糕 妈妈 爸爸的足球服被我们弄脏了 上面都是泥 别担心 我们洗一下就好 我们很快就可以洗完 猪爸爸不会知道他被泥溅到过 我们再去多找点东西放进洗衣机里 我的裙子上也溅到泥了 猪妈妈和乔治找到了更多要洗的东西 非常好 乔治 我们把脏衣服放进去 然后启动洗衣机 很快 洗衣机里充满了肥皂水 洗呀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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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衣机使整个房间都震动了起来 哦 佩奇 你的裙子呢 我把它放进去洗了呀 什么 哦 糟糕 看呀妈妈 我的红裙子干净的和新的一样 是的 佩奇 但是你看别的衣服变成什么样了 哦 糟糕 哦 佩奇的红裙子把其他白色的衣服染成了粉色 对足球服来说 粉色好像有点不太合适 哦 猪爸爸下班回家了 你们大家好啊 你好 爸爸 啊 猪爸爸 我们现在有个小问题 那个 一会儿再说吧 猪妈妈 我要快点准备去踢足球了 我的足球服去哪儿了 在这儿 嘿嘿嘿 佩奇 你个小糊涂 这是猪妈妈的裙子啊 是粉色的 不是的 猪爸爸 这件就是你的足球服 它沾上了一点点泥 所以我们把它洗了 但是洗的时候出了一点问题 对不起 爸爸 但我不能穿粉色的足球服去踢球啊 为什么不行 爸爸 粉色是很好看的颜色 你觉得呢 乔治 不好看 乔治一点也不喜欢粉色 猪爸爸的朋友们来了 公牛先生 兔子先生 马先生和斑马先生 猪爸爸准备好去踢球了吗 他马上就出来了 他们都是穿白色的 我需要一件白色的衣服 但是爸爸 你已经有白色的衣服了 能把你的外套脱掉吗 看见了吧 真是 太棒了 谢谢你 佩奇 你们大家好啊 你好啊 猪爸爸 猪爸爸 我喜欢你的衬衫 非常时髦 谢谢 走吧 我们去踢足球吧 好啊 进球了 太棒了 太棒了 爸爸 你又把你的衬衫给弄脏了 呵呵呵 当然了 佩奇 踢足球时 足球服肯定会被弄脏的 猪爸爸喜欢踢足球 大家都喜欢踢足球 尤其是在地上有泥的时候 哈哈哈哈 露营度假 佩奇和她的家人开着露营车度假去了 早上好啊 我的小家伙们 早上好啊 猪爸爸 我喜欢露营 既然我们来到了郊外 我觉得我们可以去看看 大自然的风景 好主意 猪妈妈 那我们来看大自然节目吧 大自然的奇迹之一 鸟类 真是不错 走开 快点走开小鸟 我们听不到电视的声音了 哦 猪爸爸 如果你出来只是为了看电视的话 那我们的露营就没意义了 在家也能看电视 嗯 说得好 猪妈妈 这里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我们可以去 有树木的世界 什么是树木的世界 树木的世界就是布满了树木的森林呀 这个听上去有点无聊 或者是这个土豆城 那什么是土豆城呢 一个可以参观土豆田的旅行 结束时还可以有土豆吃哦 听上去很有意思 还有这个鸭子乐园 什么是鸭子乐园 是一条很宽的河 上面都是鸭子 鸭子乐园 我们去鸭子乐园吧 佩奇和乔治很喜欢鸭子 可是我们要怎么去鸭子乐园 露营车带我们过去 你们好 今天我们要去哪里 去鸭子乐园 谢谢 请沿着这条路行驶 保持执行 欢迎来到鸭子乐园 你们一共要几张票呢 成人票儿童票各两张 祝你们玩得愉快 鸭子们在哪里呢 也许它们在度假呢 那我们现在就在这里野餐吧 鸭子们迟早会出现的 就在我们野餐的时候嘛 佩奇和乔治喜欢野餐 看 鸭子们过来了 别吃 爸爸 我们需要拿面包去喂鸭子 哈哈 好吧 你好 鸭太太 更多的鸭子来了 鸭子们的兄弟姐妹们都来了 又来了许多鸭子 这两只是鸭爷爷和鸭奶奶吧 这些估计都是叔叔阿姨吧 哈哈哈哈 我们的食物现在喂完了 鸭子们 你们要跟我爸爸说谢谢哦 哈哈 呵呵呵 不用谢鸭子们 呵呵呵 我喜欢鸭子乐园 哈哈 是时候该回家了 我想知道回家最近的路该怎么走 向前始终执行 开到河里 哦 你确定吗 确定 请你开到河里 但是我们不能开进河里呀 没错 它根本就是在胡说 请按下蓝色的按钮 露营车就这样开到了河里 哈哈哈哈 我们的露营车现在变成了一艘船 可是我不太希望这样 欢迎各位使用未来之车 你们看 那是小狗丹尼 还有他爷爷 你好啊 猪爸爸 呃 你们好啊 继续开 到达下一个山坡 你的目的地已经到了 我们倒下了 谢谢你带来的美好假期 露营车女士 不客气 这是我应该做的 虽然出去度假很好玩 但是我还是更喜欢回到我们自己的家里 晚安啦 我的小家伙们 晚安 工作和娱乐 今天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啊 这么好的天气就该什么都不做 猪爸爸喜欢什么都不做 爸爸 今天你不需要去上班吗 不需要 佩琪 今天是星期六 猪爸爸星期六是不上班的 猪爸爸 你上班要迟到了 但是今天是星期六啊 猪妈妈 难道不是 不是啊 今天是星期四 啊 哎哟 猪爸爸星期四是要上班的 一会儿见 再见 可怜的爸爸必须得去上班 妈妈比较幸运 你可以一整天都在家里玩 我可没有在玩 我在用我的电脑工作呢 乔治喜欢玩快乐小鸡的游戏 乔治 如果你想玩快乐小鸡的话 就要等我把工作做完 哦 杨妈妈和苏西过来接佩琪一起去上幼儿园 你好啊 佩琪 你好啊 苏西 在幼儿园里玩得开心 再见 妈妈 努力工作哦 杨女士 你要工作吗 还是只要玩 我今天会非常努力地工作的 我一会儿去健身房 你在健身房里干什么呢 跑步 跳高 还有跳绳 妈妈 你这可不算是工作 你这是在玩 佩琪和苏西到了幼儿园 嗨 大家好 你好啊 佩琪 你好啊 苏西 好了 孩子们 今天我们要来玩开商店 哦 谁来做商店的主人呢 我 佩琪和苏西 你们来做商店的主人 其他人呢 可以做客人 佩琪和苏西准备来开一家假想的商店 佩琪 我们要来做点什么呢 我就来负责收钱吧 苏西 你呢 就负责拿东西过来 好的 小狗丹妮是第一个顾客 你们好啊 老板 你好啊 狗先生 能给我来点饼干吗 谢谢了 苏西 我们这里有没有饼干呀 没有 但是我们有一个玩具电话 那这个电话要多少钱呢 这个玩具电话的价格是一百块 谢谢你 好了 下一位 你们好啊 老板 能给我来点面包吗 谢谢 没有 但是你可以考虑买这个玩具房子 你想要把它放在袋子里吗 好的 谢谢你 总共是一块钱 谢谢 哦 但是我没有这么多的钱啊 你下次来的时候再付给我们吧 天哪 这就是努力工作 是的 你们好啊 老板 请问你们这里有没有价值一百万的东西呢 苏西 我们这里有没有价值一百万的东西卖呢 嗯 一根胡萝卜 好的 谢谢 小兔瑞贝卡喜欢胡萝卜 哈哈哈 放学时间到了 祝爸爸来接佩奇和苏西回家 爸爸 你今天工作忙不忙呀 忙啊 我今天工作非常努力 我们今天也在非常努力地工作哦 我们两个当了商店的老板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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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这样 写完了 然后打电 猪妈妈完成了她的工作 好了 乔治 这个时候我们或许可以玩一会儿快乐小鸡了 因为工作完成了 哈哈哈哈 淘气的妈妈 你竟然在玩快乐小鸡的游戏 啊 那是因为我和乔治完成了工作呀 是不是 乔治 我们都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让我们一起玩吧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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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哦 大象埃德蒙的生日 今天游地员斑马先生来为佩奇家送信 哦 看呐 我们家有人收到了派对邀请 一定是邀请我的 上面写着 邀请小猪乔治参加大象埃德蒙的派对 请你一定要来哦 上面邀请的难道不是乔治和佩奇吗 不是 只有乔治 嗯 反正我也不想去参加这种没意思的小孩子的派对呢 你好 哦 是找你的佩奇 大象埃米丽打来的 你好 你好 佩奇 你愿意作为我的朋友来参加埃德蒙的派对吗 哦 我愿意 谢谢 我妈妈要我们帮忙一起照顾小孩子们 帮忙 好的 我可以帮忙 丹尼还有苏西也会来帮忙的 哦 太好了 所有的孩子都来参加埃德蒙的派对了 哦 小帮手们来了 你好 大象太太 我们的派对马上就要开始了 谁想玩音乐雕像的游戏 哇 我们要这样来玩 音乐响起的时候就要跳舞 音乐停下的时候就要像雕像一样不能动 准备好 预备 开始 这个时候你们应该要跳舞呀 这个小家伙还在眨眼睛 你 出局了 乔治 你刚刚动了 你也出局了 理查德和埃德蒙都出局 所以最后是莎莎赢了 太好了 你赢了一块奖牌 它可是用真的金色塑料做成的 妈妈 音乐雕像的游戏结束了 非常好 现在来玩鸡骨传花的游戏吧 好的 当音乐响起的时候 就要把这个包裹传给别人 当音乐停下来的时候 就可以拆掉一层纸 准备好 预备 开始 你怎么了 乔治 快把包裹传出去 埃德蒙得到了一块奖牌 你快点 理查德 你现在只要把纸拆开就行了 理查德得到了一块奖牌 乔治也得到了一块奖牌 快把包裹传出去 哦 糟糕 乔治不肯把包裹传给别人 不行 乔治 这块奖牌是沙沙的才对 是一只大大的玩具熊 最后埃德蒙赢了 妈妈 几股传花的游戏也玩好了 哦 好吧 现在我们吃东西吧 太好了 哦 所有椅子都被小帮手们占了 你们别忘了 这是埃德蒙的派对 小帮手要等小孩子们吃完了才能吃 哦 好的 我们是小帮手 果汁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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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冻谢谢 果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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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杯 生日快乐 埃德蒙 生日快乐 埃德蒙 生日快乐 埃德蒙 兔爷爷的灯塔 佩奇 乔治和丹妮一起坐上了狗爷爷的小船出海去了 我们今天可以坐船去海盗岛吗 可以 丹妮 但是首先我们还需要去给我的朋友兔爷爷送点补给的东西 那么兔爷爷住在什么地方 住在岩石上 住在岩石上啊 汁啊 就在那座灯塔里面 哦 你们好啊 我的好兄弟 我给你带来补给的东西 哦 谢谢你了 果冻爷爷 今天我带着船员们一起来的 丹妮 佩奇 还有乔治 有访客来了 我这个地方已经很久没有人来过了 我觉得我有点孤单呢 因为这里只有大海和天空和我做伴 你在这里已经多久了 星期二来的 我有一个故事讲给你们听 如果你们想听的话 不用了 想听 想听 我还有一本新书 这书叫《如何管理灯塔》 这书应该对我很有帮助 为什么你的房子要叫做灯塔呢 我来带你看看 佩奇 上灯塔的楼梯是螺旋形的 一直通到了灯塔的顶端 这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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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所以叫它灯塔是因为它有一个大大的灯在最顶层 哇哦 它在黑暗中照亮海面 帮助海员们找到回家的方向 哇哦 在雾天的时候 我就会用这个雾角 到雾 声音好大呀 不过今天没有雾 只有海洋和天空 我给你们讲的故事就是 不用了 我们得走了 我们要开始驶向海盗岛了 再见 兔爷爷 好好享受天空和海洋吧 好的 狗爷爷的船终于到达了海盗岛 看 我们用沙子队的城堡还在这儿呢 我们一起来玩捉迷藏吧 好的 一 二 在海盗岛上没有那么多可以藏身的地方 准备好了吗 我要来找了 找到你们了 现在就剩乔治了 狗爷爷找遍了所有的地方都没有找到乔治 我放弃了 他在哪里 乔治一直就藏在狗爷爷的后面 聪明的乔治 我们现在回家吧 不然一会儿天就黑了 哦 天还真的变黑了 别担心 兔爷爷灯塔发出的光会为我们照亮回家的路的 兔爷爷现在准备要睡觉了 哦 我的新书如何管理灯塔 第一章是 哦 剩下的我明天再看吧 我把灯关了吧 哦 灯光为什么消失了 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我刚刚才把灯关了 是的 我们知道 但是你能把那个大灯再打开吗 哦 对不起 太好了 海面上起雾了 我看不到灯塔的灯光了 又是我们 你可以吹下那个雾角吗 当然没问题 灯 我好像听到什么声音了 兔爷爷正在引导着他们回家 雾角发出的就是他的声音 这边是回家的路 家长们都在这里等着接孩子 你们玩得开心吗 我们坐船去了海盗导玩 我们还去了灯塔 是兔爷爷的灯塔指引我们安全回到了家 真是太好了 那位兔爷爷还唱了一首歌 你们想要听一下吗 不用了 想听想听 我尽早起啦 谢谢